居家迷人 新媒體藝術家郭奕成 美式工作室 这是台北国际艺术村 住村艺术家郭奕成的工作室 一排落地窗把淡水合紧 纳进室内 仿佛到了2012年 还在美国布鲁克林创作的时光 郭奕成新知所向的工作室空间 开放石跳高度洞建筑 2018年那时候我们空场 就是艺术巨肉 在找新的唱访空间 那时候有留电话给房仲 房仲就是打给我 问我要不要来看一下 那时候一来看就觉得 因为我最喜欢的元素 就是螺旋梯跟红砖墙 然后一来觉得哇全部都有 觉得太适合 所以马上就下定就觉得 这就是我想要的工作室 跳高设计两层楼 自然裸露的管线 红砖墙搭配黑色旋转铸铁打造的铁梯 每个角落都成为最佳取景地 创作室没有界限 郭奕成确信 适合艺术家空间应该要大而宽敞明亮 即便工业风常给人一种率性随意感 装房上其实还有更多 可以掌握的元素与规划 这里因为它以前是一个咖啡厅 一楼的空间当成是一个展示作品 或之后希望可以办一些工作坊 或活动的地方这样子 对那二楼其实就是我的生活的一个空间 包含我的收藏的一些书玩具 然后可能我休息的地方 处理一些文书的地方 睡觉的地方都在二楼这样子 深色铁柜里摆放色彩缤纷的 收藏公仔单品 是刚硬线条增添视觉上的活泼感 维收树整体的粗犷 演出大胆不失细腻的性格 在摆平大空间外有一条铁坡道 让单车可直骑上二楼 创造有趣空间视觉 不过常有路人物场 郭奕成因此拉条铁链设定界限 因为它很透明 它几乎就是两面都是全部透明 所以有时候其实很像一个生活剧场 每天被人家观看这样 所以这我很希望可以结合一些 剧场的表演 所信让工作室和环境周遭人事物 维持一种互动状态 把它变成生活剧场 白天创作晚上小酌聊天 当然是偶尔还会感到 会不会过得太安逸了点 郭奕成希望桥头工作室 能与其他艺术家接会 共享艺术聚落概念 激发创意灵感 只有这样台湾艺术 才能走得更长久